好 談開電動車呢 講完245 那這個是Carly 她說中線三個月是否值得持有呢 她說是167元買入的 那又不會定 我覺得不會設定我三個月後就沽貨 但我假設我想她是想告訴大家 她對中線的理解是甚麼 因為每個人不同 其實三個月其實都可以是短線 那可能有些人覺得三個月已經很久了 那她就想告訴我們她的中線的定義 就覺得三幾個月就是一個中線的看法 這個都會是一個很值得看好的板塊 都繼續在高增長的時期 不過我想她們整個板塊 應該由開始看這個板塊已經是2020年 2020年到上年都還繼續頂頂的 那今年年頭 你看到很多上年新能源 或者是新能源車 這些上年就特別強的板塊 其實是一可憐就沽的 那變成其實資金都會有一個輪動的情況出現 那就是2845其實她頭幾大 就是她裡面的磁瘡都包了比亞迪 頭幾大有比亞迪 有禁封利業 有寧德時代 還有她裡面就是整個新能源車的產業鏈 那我覺得你擺這一邊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你不需要去想 那些車企就是相對 就沒有這麼說車企究竟之間的競爭 怎麼樣 這個其實就是賣過產業面 還有分佈了 那基本上兩大的電池生產商 都已經有了 甚至包括裡面背後的一系列的一些供應鏈 不過當中有個別有些股份 理業這邊見到是都越來越多公司是涉足的 那也都是見到那個競爭激烈的情況在那 那還有就 我覺得你如果現在 他們形成了一個的down chain 雖然你說前景看好 但是它現在那個短線走勢 其實就轉了向下的 就是已經很明顯畫到一條向下的線出來的了 那還有它是170 9月底170穿了 那然後就是200元 就是12月那個環行底都穿了 變了我想短線上來講差一點 你說真的要去到想買的話 可以先看一些 但是如果你已經買了的 那你也都想著去慢慢坐的 那你就坐著在那裡 就是都是不要處理著了 就是都是按釘不動 是 我先說到這個場地 я我們 каким延似是 我們還支持 每間步驅在那裡 我們來看